瘋火狼烟是马蹄奔腾触发的警报 匈奴带着力量与速度侵袭汉的边疆 生存的渴望挑战家园的安宁 防御还是进攻 汉武大帝发出强势怒吼 这是石头与铁的碰撞 注定没有最终的胜者 当匈奴人黯然踏上西迁的旅程 在血泊中站立的汉芒潮 开始重新探寻理性与和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公元前119年春天 汉武帝决意乘胜追击发动墨北之战 他把远征墨北的使命交给了魏清和霍去兵 魏清率五万精锐骑兵从定乡出兵 于墨北寻找匈奴主力决战 一出编赛他就从俘虏口中得知 匈奴缠鱼一致查的注定 他没有犹豫 当机立断决定率精兵挺进 活捉匈奴缠鱼 魏清下令前将军李广改从东路进军 李广失去了与匈奴缠鱼正面交锋的机会 绝望的李广把愤怒欲结在心底 未向魏清告辞就动身出发 苍茫的大漠李广留给魏清的最后一眼 是他孤独绝望的背影 消失在如穴的残阳中 魏清率领大军 顶着塞外粗利的寒风向北跋涉了一千余里 在横穿大沙漠后 匈奴缠鱼列阵整齐的军队 终于出现在他的面前 魏清坐在马背上 表情没有丝毫的变化 他的内心澎湃不已 缓缓地 魏清举起颤刀 在一声呐喊中 奔向那颗他渴望离久的头颅 一阵封天暗地的厮杀后 空旷的戈壁上覆盖着数不清的尸体 双方的军队都已疲惫不堪 除了李广率领的东陆军 魏清部署的所有军队 都已全部汇合投入这场激战 此时此刻 李广是魏清最后的希望 此时的李广 不知道自己究竟身处何方 在与魏清不告而辞之后 李广绕道东路前往目的地 行走了几天 他们始终没有发现匈奴人的踪迹 按照约定的时间 何今匈奴缠余的战役 应该已经打响 然而此时四周旷野 除了风声 一片寂静 这是一种阴森森死意般的沉默 李广终于意识到 自己的部队迷路了 约好的跟魏清 要汇合 要去合围这个残余 但是李广带领的 这支东部军队迷路了 迷路了以后 就是失去了跟魏清 准时合围的时间节点 错过时间节点 魏清不停地向远方张网 内心越发急迫 他不想让马亦的失败再度重演 远方的地平线上荡起一片尘土 他盯着看了许久 发现那不是李广的部队 是风 夜色渐浓 覆盖了草原上所有奔杀的身影 实际上战争打得非常惨烈呀 北方 狼狼 只有这个时候 刮风 这个飞沙走石天昏地暗 所以伊智查实际上带着很少的人 就过跑 李广的东路军始终没有出现 匈奥蝉鱼 伊智查在数百名骑兵的保护下冲破汉军防线 向西北方向飞奔而去 天江明时 汉军追击二百余里 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片空旷的大漠 丝毫不见蝉鱼的踪迹 这是魏清距离匈奴蝉鱼最近的一次 也是离胜利最近的一次 魏清失望之余 并没有丧失礼制 他带领着汉军攻占了赵信城 这一座为祥将赵信所住的城池和匈奴粮草付诸已去 魏清带着斩杀一万九千匈奴士兵的战绩 班师还巢 在归途中 迷路多日的李广带着东陆军终于出现了 魏清派人前来询问李广迷路的情况 准备向汉姆帝汇报 那么在这个时候 其实李广本身心里面就积压了一堆的怒火 他最后一次机会了 去对证参与 结果魏清临时把他给调动了 不把这个机会给他 为了照顾他的小兄弟 然后又倒霉催的 然后在行军的过程当中迷路了 不仅没有立功 而且违反了这个军纪 所以他就假设他自己这个悲惨命运 除了迷路之外 其实是魏清直接造成的 所以情绪非常激烈 多日来隐忍的委屈不满终于爆发 李广拒绝回答所有问题 李广对主帅的藐视 让魏清愤怒 他发出一道军令 命李广的幕府人员前去受审对质 两人的冲突一触即发 李广决心承担起这个责任 他说 校尉们无罪 是我迷失道路 我亲自到大将军幕府去受审 就他没有让其他人去 他就自己去了 然后呢 在去之前 他应该已经报定决心 今天是一死了 那么当然他没有明说是 魏清对他有迫害 他最后是把原因归诸于天 但是其实他真正要责怪的是这个魏清 我从少年时开始 与匈奴作战七十多次 本有幸率兵迎击蝉鱼 而大将军却将我不调到东路 路途本就绕远 又迷失了道路 这难道不是天意吗 况且我已六十多岁 不能再受那些酷吏的侮辱 李广留下了最后的遗言 拔出战刀 斩断了自己的喉咙 李广这个人的性格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军人的性格 他的人生目标就非常简单 就是想在战场上和匈奴 决一高下 然后取得一次非常伟大的胜利 然后来封喉 但是现在问题是 李广他这一辈子的军力生涯当中 他的能力和他的成就是分裂的 能力很强 但是真正的战绩 却没有办法让他 分他一个喉 你这个越是到晚年了 你这个机会就越来越渺茫 越来越渺茫 哀怨的这种情绪越来越多 他兴起如此之高 但是这个命运就是有点捉弄他 他唯一的最后的一个反抗的方法 就是通过最极端的一个自虐 来表达他的一种不满的情绪 一代名将 用那把原本用来斩首匈奴的战刀杀死了自己 李广的脖子上 滑出一道血红的伤口 在大漠的晚霞中 欲言又止 变法不强 古老的秦国在改革中成为东方霸主 狼烟四起 匈奴侵袭家园 大汉帝国发出强势日益 意志合约终止冲突 宋王朝如何破解战争与和平编制的迷局 远阳海外的超级工程终究结束 明朝降下了最后的船帆 美梦被枪炮声惊醒 练革者们开启自救自强的旅程 虽然匈奴缠鱼 侥幸逃脱了 但漠北战役仍然算得上一场大劫 魏清率军斩杀将近两万匈奴 并火烧赵信成和匈奴全部粮草 魏清班师回朝 获去病却没有率兵返回 获去病也尝试了像匈奴人这样作战 把资众都扔掉 学兴奴骑兵我们带着一点东西 然后向敌人进攻 年轻小伙子他没有任何理论包袱 没有任何经验的成见 甚至他会启用匈奴人的后裔 做自己的教官 就学习起兵作战方式 我们就用敌人擅长的东西 把敌人打趴下 或许是活着匈奴缠鱼的愿望过于强大 霍清班率领军队向着草原深处追击匈奴军队 他们一路高歌 一直杀到今天蒙古肯特山一带 魏清的一个布置 它仍然是阵敌和运动相结合的一个布置 它有一个庞大的一个作战群体 有一个移动目标 而霍去病呢 它仍然保持它这个风格 就带着它这个境内的骑兵 直接往前突 突得最北 把所有的老将统统远远地抛在后面 往前突进 一直达到这个郎居虚山 在一个被称为郎居虚山的地方 霍去病站坐停顿 他登临山顶 南面中原摄坛祭拜天地 并在山上礼杯祭灭 以示此地纳为汉家疆土 封郎居虚之后 霍去病继续率军深入追击匈奴 一路打到汉海 他们才勒住战马的江省 从长安出发 一直奔袭至贝加尔湖 汉朝的赫赫军威震慑了匈奴 逼迫着他们 向生存条件更严酷的远方讨论 大汉帝国的军队像潮水一样 从草原上退去了 草原又恢复了昔日的平静 魏清欺争匈奴之后 匈奴被击败 大汉帝国北方不安分的狼烟 终于熄灭了 史书以匈奴远顿 漠南吴王亭 来概括这一段和平岁月 咱们如果从马一之谋 开始算起的话 15年时间把连头带尾 那么就是整个的把汉兄 两大帝国战略优劣的 这个对比给翻转过来了 所以后来这个汉武帝 他亲自带领18万骑兵的巡颠 登上这个残余台 就是派人传话给残余 他说你能打 你就出来打像一个缩头乌龟一样 缩在那儿干什么 不能打你就偷侠 你就称臣 整个的从战略上讲 汉帝国的确是成功了 这是汉武帝对于匈奴前15年 战争的一个总结 公元48年 匈奴分裂成南北两部 南匈奴依附东汉称臣 北匈奴则与汉朝为敌 南匈奴请求汉朝出兵 讨伐北匈奴 朝廷任命斗县为车旗将军 沿着魏清霍去病走过的道路 征讨北匈奴 东汉征讨匈奴之战 历经明帝和地两代 终于在公元91年 将北匈奴彻底击败 两年后 北匈奴灭亡 对匈奴人旷日持久的战争 终于打出了最后一拳 不可一世的匈奴人 从此彻底在大汉帝国的视野中消失 汉朝是一个刻在石头里的朝代 或许并目前马踏匈奴时刻 高大的汉军战马和惊恐的匈奴士兵 以一种特别组合在一起 透露着汉朝征服匈奴 不可一世的寻心 有人总觉得 魏清是七战七胜 或许并是四战四胜 就没打过外战 最后就很牛气地说了一句话 敢犯强悍者虽远地诛 你有多远我抓人就把你整死 这是一个很有底气的话 但是整个的中央政府和统治集团 受了这种胜利情绪的感染 大家就会做一件事 沿着胜利的道路一直走下去 胜利的道路不一定要一直走下去 对吧 整个大汉政权这辆车 就像是一只踩油门高歌猛进 没有人踩刹车 并且汉武帝拿把刀立到刹车旁边 谁踩刹车我砍死他 所以他们的决策机制 管理模式和领导的心理 都发生了一些非常微妙的变化 这个导致了后期穷兵独武 历史总是迎着强有力的人物走去 当灾难如同风暴般将汉武帝裹挟进来 当重任突然降临到他身上时 他果断地将机会牢牢地抓在手里 汉武帝不仅仅是在跟匈奴败手外 也是在跟历史败手外 他不接受逆来顺受的命运 历史的流向 也是在他的手里改了道 当然 汉武帝的这份执拗 也让整个帝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那么我们知道国家的扩张 它肯定是需要有人来买单的 那么谁来买单 最后还是老百姓来买单 后来原封四年的时候 关东地区曾经出现了200万的流民 汉武帝时代的人口绝不会超过5000万 200万的流民就意味着25个人当中有一个在流浪 墨北之战最后一次的这一年的战争消耗就是100亿 而汉朝最好的时候 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只不过30到40亿左右 那是最好的时候 所以是财政赤字是非常大的 老百姓流离迁徙 就是为这个战争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那么这个时候就有很多批评的声音 对于汉武帝这个穷兵独武进行批评 骄傲的汉武帝不甘心大汉接受屈辱的和平 却因为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让大汉王朝的体力透支 匈奥人在大汉的轮番冲击之下 最终远走他乡 而他们在世界历史上产生的一系列连锁反应 才刚刚开始 匈奥人在西汉打击以后整体衰落 然后到了东汉以后 他们在中国的北方没有出路 所以就渐次地就西迁 向西北方向转移了 两百年以后突然出现了东欧平原 这个人群过去谁也没见过 因为他们到了东欧草原以后 他们能争灌战 所以弄的那些土著当中土著居民 没办法活非常惊恐 就沿起了日尔曼大迁移 另外他出了一个首领叫阿提拉 北匈奥灭亡将近四百年后 一个被称为匈人的游牧民族 在首领阿提拉的率领下 攻入了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军事坦金岛 这一年是公元四百四十一年 因为北匈奥西迁和三百年后 在欧洲出现的匈人时间上的吻合 有人认为 入侵欧洲的匈人就是匈奥的后裔 但这个说法缺乏确凿的证据受到争议 阿提拉被西方人称之为上帝之鞭 凶猛野蛮傲慢的代表 阿提拉自己也说 说我马踏的地方连草子不长 面对阿提拉和他的草原军团 罗马帝国割地赔款得以苟延残传 至此 阿提拉帝国的势力辐射 东到离海 北到北海 西到莱茵河 南到阿尔卑斯山的大片区域 圣极一时 最后阿提拉的死莫名其妙 睡睡觉突然这个鼻子出血 就是死了 有人说是喝酒喝多了 还有一种解释 是处在他那个新娘身上 这问题处在他那 很有可能就是被酒里边 下了毒药 把他毒死了 总而言之 一个积风暴雨式的人物 飘忽而来飘忽而去 在西方人的心目中 造成了很深刻的阴影 阿提拉暴病而亡后 所向披靡的匈奴帝国 顷刻土崩瓦解了 公元476年 日耳曼雇佣军攻占了罗马城 饱受匈奴蹂躏的西罗马帝国 最终灭亡 关于这个匈奴人和欧洲历史的关系 过去的史学家有这么一个比喻 说这个日耳曼人是一颗钉子 这个匈奴人是个锤子 罗马帝国是个心脏 挥动了锤子的是中国人打匈奴 结果把锤子打到钉子上 钉子把这个切入到 罗马帝国的心脏里边 就导致了罗马帝国分成 东罗马帝国 西罗马帝国 另外把日耳曼人 从原始的草原里边 推向了历史的舞台 欧洲进入中美世纪 东边打匈奴 西边产生罗马帝国的灭亡 一个旧时代的结束 欧洲历史由此进入的细节 大汉王朝阻止了 匈奴人的南清 让这股雪山上 倾泻而下的洪水 更改了河道 冲向了欧洲 从而保全了中原的文化 使华夏文明一路延伸下来 生生不息 而灿烂的古罗马文明 连同更早的古希腊文明 则在匈奴的铁蹄下 烟消云散了